好KFUTA 這兩個它調和的非常好吃耶 女子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女子熊 今天是第二天的一大早 現在是7點快8點的時候 我們要去車站旁邊的 Toyota的租車店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刺激 我們要沿著岩手線超長的海岸線去逛景點 一開始要先去龍泉洞 接著就是沿著海岸線望里長征去收集 Pokehuta 那這個行程真的是有點誇張 因為真的非常的花時間 然後開車要開非常久 所以網路上面好像還沒有看到類似的行程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再兩天 對 要分成兩天 收集完全部的岩手線水溝蓋 欸不是水溝蓋 岩手線的Pokehuta 我們租到車子的是這台小營 好 我先上車 因為他們工作人員會在旁邊等 我們已經在車上了 我們租到這台車是一台 稍微有點年紀的油電車 但是只要是油電車就還滿開心的 因為我們的萬里長征之路 應該可以省一點點油錢 那現在第一站要去福田麵包店 是我們查到一間好像 這邊還滿有名的麵包店吧 福田麵包店 哇 可是現在外面好多人喔 而且沒有停車位 所以我們下不去 我先下去排隊 然後車子去繞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看有沒有停車位 謝謝 終於買到 我們買了一個是 紅豆奶油 然後這個是花生奶油 那這個是 Iwaake當地的那個 牛肉 我們等一下到外面找一個地方吃 因為這邊 大家都在等車位 這一間店的特色就是 他們的麵包都是長這樣子 一個橢圓形的麵包 它也滿大一個的耶 大家看 然後它裡面就是會夾他們當地的一個 特色的一個餡 是奶油跟紅豆喔 好 開吃 麵包好有嚼勁喔 這個很好吃 大家看它的麵包 它是很蓬鬆 但是又很有嚼勁的麵包 餡料的比例就是超級完美的 不會麵包太多 也不會餡料太多 我覺得真的很棒 然後搭配這個麵包香 不愧是人氣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就是花生 等一下吃 花生奶油 花生我來囉 好香喔 好香喔 我真的沒有想到會這麼好吃 我的天啊 現在這兩個口味都爆炸好吃 大家可以看到它那個餡料的顏色是有點 乳黃色的 它是奶油混合花生 我覺得這兩個它調和的非常好吃耶 口感非常的滑順 然後又可以有濃濃的花生香 我覺得這個不愧是第二名 好險我們都有點就是前幾名的 好吃 岩手的牛燒肉三明治 天啊 剛剛又不小心我這樣露營店 好險 這一次這個還沒吃完 還沒吃完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 它的餡料真的是超級超級多的 從第一口開始就可以咬到 當地產的牛肉 然後我現在來吃 第一口囉 它這個牛肉的味道是比較偏重口味的 它這個牛肉的味道是比較偏重口味的 鹹度稍微比較高一點 但像我這個 口味平常比較清淡的人 會覺得稍微有一點點鹹 不過好險它裡面就是 有夾類似像凱撒醬 然後洋蔥跟 當地的一些蔬菜 我覺得這樣子中和下去的話 是還滿OK的啦 下車 買個飲料 在那個全家 而且很特別耶 我們剛剛停在外面就發現 它這邊 也有賣福田麵包 想說進去看一下 福田麵包 哇 在全家便衣超商裡面就是有賣 這間全家離福田麵包店 非常的近 所以如果 不想要排隊的朋友 就是也可以來這邊買 但是我不知道它吃起來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在全家買一罐優落爐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去公谷 蘋果公車站牌在這個郵局附近 所以大家導航可以設在這邊 然後仔細開又開70幾公里 你看那個山的岩 真的超級不科學的 天啊 我們把車子停在路邊 這邊真的太漂亮了 我們現在就在剛剛看到那些 橘橘黃的山裡面 大家看那個景 真的太不科學了 好不容易就是這邊路邊 有個地方可以停車 所以我們就 停下來拍個照 然後旁邊也是有其他的 當地人 就是下來拍照 你看這個顏色 天啊 我們來的這個時機點 真的是太剛好了 公路休息站 道の駅 咦 那個是富士山溜滑梯嗎 好像喔 我們到了 休息站本人 裡面還蠻大的 有賣お土産 發現了岩手限定的熊熊 哇 ワンクソーバ 然後這邊岩手限定 而且他這個 吊牌就是我們昨天買那個 南部仙貝的圖案 裡面竟然還有百元 百元商店 百元是什麼 百元商店 哇 太特別了 還有一間食房 這裡還有一個地方是什麼 哇 哇 哇 當地的蔬菜耶 超酷的 還有一些 這是什麼 醃漬類的東西 然後我的目標就是這個 很像富士山的 有沒有 後面配這個景 是不是超棒去拍照 好 看到了 那邊 遠遠有一個紅色的蘋果 第一個景點 終於到了 這個游局是一個 簡易游便局 就是這間 然後旁邊走過去就是 巴士亭了 開車就有這個好處 就是可以找一些這種 神秘的小景點 超可愛的巴士亭 然後他旁邊這邊 是那個地下道 這邊車速非常快 大家就是千萬不要橫斷 就是從後面那個 這裡 有地下道可以通過去 隧道裡面長這樣子 還蠻乾淨的 我剛要下來的時候 本來有點怕怕的 結果還好 出口 然後過來這邊 蘋果公車帳篷 這個應該是螢幕站 應該是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 蘋果的內部就是長這樣子 裡面是蘋果的顏色 就是米紅色 好 我們趕快出來拍照吧 太可愛了 我的天啊 這個景點真的是私房景點 私房景點 下一個地方距離目前11公里 是我們吃飯的地方 中午到了 中午到了 是那間嗎 本店 哇糟糕 這邊感覺很多人 我看到了 登登 宮古車站 後面這邊就是剛剛看到在排隊的那間店了 但是我要先來車站 因為 大家都知道嗎 我是郵局民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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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之冰的油桶就在車站門口 油桶收集成就達成加一 超可愛的淨土之冰耶 這是超棒的 我們明天會去淨土之冰 今天就是先來看明衣班 好可愛喔 它是鐵做的很冰 我們等一下要來藏的就是這一個 這是宮古這邊的一個特色 屏洞 哇我們的座位是長這樣子耶 先脫個鞋 這個是菜單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看 我們直接點這個 桌上的屏洞菜單 它屏洞就是只有分大中小 然後還有吃法這樣子 我們點一個大的跟一個中的 屏洞來了 我的是大的 然後這個是中的 中的只有一個瓶子 然後大的就是有兩個瓶子 一大一小 這樣好用嗎 肉很嫩 肉很嫩 喔喔喔喔喔喔喔 療癒耶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這兩個是魚卵 然後中間還有蛋跟生魚片 然後這是湯 然後這個是魚肉熟的 然後這個是蔬菜 然後白分超級大一碗的 先開一杯 將 開始 喔喔喔喔 拍蛋 咦 好療癒喔 好難想 淨拍一下剛剛 擺盤的成果 我覺得它配這個綠色的海帶 整個就是顏色非常的漂亮 可愛的屏洞 空瓶 生魚片 終於吃完了 我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這個 這個瓶子看起來很小一個 所以我直接點大的 超後悔 因為我後面真的是完全吃不完 我推薦就是食量比較普通的人 就是點這個 中的就好了 兩個加在一起真的是 有點恐怖有點恐怖 然後它這邊的海鮮啊 就是都非常的新鮮 一吃就知道 尤其是那個鮭魚卵類的東西 哇 超Q爆彈的 下一站 宮古魚市場快到了 這一邊要開始我們的 Poke Futa之旅了 我們剛剛繞了一圈 終於找到Poke Futa了 大家看後面是魚市場 然後這邊是販賣東西的地方 它就在這裡 登登 所以大家不要進去 它就在大馬路旁邊而已 岩手的第一個人口 我們剛才終於找到了 這個是 Poke Futa 仔細看它上面這一個是什麼 是淨土之冰的圖案 這個是岩手縣的一個代表 因為小泉石就是跟岩手這個地方 非常的有關聯性不覺得嗎 而且我特別帶皮卡丘來 就是跟他做一下朋友 那他們這個岩手縣的Poke Futa 總共有13個 全部分布在沿海的城市 所以說非常的難收集 因為他們的縣市就是非常的大 好 那我現在還準備一個神秘的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Poke Futa的明信片 然後裡面呢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它總共有3種 我買了4張 現在馬上就來拆箱 超刺激的 搞不好等一下就會拆箱到這個小泉石的 第一個 第一個 是哪一張 小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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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誰 又是垃圾 小泉石 等一下是誰 沒有小泉石 等一下我發現我只買5張欸 我還以為我只買4張欸 小泉石 13種 然後我只拿到了 其中的5種 但沒有重複應該已經算是很幸運了吧 小泉石 掰掰 我們要趕快趕去下一個景點了 今天的時間真的好趕喔 現在在宮古魚市場 然後我們要去龍泉洞 距離44公里 我的天啊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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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水 哦 到了到了 日本三大中五十棟 龍泉洞到了 然後旁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愛心 這邊居然也是 戀人聖定的認證地欸 超可愛的啦 不知不覺的 昨天收集一個 今天也收集一個 橋墳了囉 超可愛的 跟他合照一下 耶 然後旁邊的橋墳是他的尾巴 所以整座橋就是龍的身體 好我們要趕快進去裡面 因為它這邊到四點而已 停車場一上來 這邊廁所的地板 就是Pokehuta了 第二個蒐集完成 這個是 寶寶暴龍的Pokehuta 超可愛的 這是明信片 這樣子一起拍超棒的 這邊就有一個油桶了 它在休憩所的門口 油桶我來了 吃掉寶寶暴龍 龍泉洞的售票機 然後這邊 國旗給它按下去 超棒的竟然有繁體中文 歡迎光臨 請選擇畫面上的按鈕 大人 現在正在發行票限 中文也太親切了吧 來了來了 第一張龍泉洞 超酷的 大家看它現在 門口是一隻龍耶 用燈排成的 被恐龍吃掉 登登登登 耶耶耶耶耶耶 這邊是我們的神社 希望這裡配配器可以很好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好棒 Tino潺潺的流水深了 喔 哇 超酷的 大家看這邊的水超級清澈的耶 可以直接看到石頭 這個是泳泉 來繼續往前走 第一個湖 好深的感覺喔 下面有一個燈在照射 超級清澈的 登登登登登 第二個湖 水深38公尺 38應該有12層樓高左右吧 超級清澈 第三個湖 水深98公尺 天啊 超級深 黑色的地方應該是深到完全看不到了吧 還是影子 超級清澈 龍泉洞就這樣結束了 這邊 有一個龍泉洞的這個動物 還蠻有趣的耶 我本來以為這裡面要花很多時間去走 結果還好 我覺得它這樣走下來 我們應該花不到20分鐘吧 還蠻快的 不過裡面有點濕滑 然後有點難 大家記得要稍微穿一件外套 好 那我們趕快去下一個景點 接下來我們要去拍下一個人孔蓋 要距離20公里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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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山景還是一樣的漂亮 哇 窗戶外面的顏色超漂亮的 全部都是橘橘紅紅的葉子 哇 喝到了 島月車站 趕快去找我們的人孔蓋 剛剛好像沒看到耶 找到了 車站的 前面這邊 又是了 這個是超baby 第三個 跑開湖大家收集到了 是我們的 超baby 哈囉哈囉 超開心的 但是大家看這個天色 已經很暗了耶 我們還有好幾個沒收集 go 下一個站 有其他人也在收集 下一站是 山路鐵道普代站 距離有21公里 我的天啊 大家這邊看 這邊有一台火車造型的車站耶 它上面還寫公鼓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到了 波浪在隔壁耶 欸 車站 在對面 怎麼辦 車站 欸 怎麼辦 怎麼辦 開錯路了 大家直接 上這個算是 快速道路吧 然後從旁邊 讓我們看一眼 車站 這一條上來就要開9.4公里耶 我們等一下開完還要再繞回去 我的天啊 太陽剛好GG了 我們的車子停了前面這個好像就是 我們的車子停了前面這個好像就是 趁車燈還亮著 真的是 我的天啊 可愛的鈍甲龍 登登 本尊跟我的迷你馬明信片 然後後面這個是真的可以寄的 而且旁邊 這邊就有一個可愛的油桶 等一下就寫完寄下去 油桶 鈍甲龍 掰掰 普代車站這邊有它 極章活動 然後這個 終於看到這個紙了 然後還有印章可以蓋 登登登登登登登 蓋了一個帶草帽的小 全食 它賣機欸 而且它旁邊 都是小全食在吃那個 岩手餡的特產 這個是one kosova 然後這個 好多喔 然後我看一下 哇 這邊更多 這邊全部都是欸 要打這家招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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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資料 好興奮喔 這邊也有 欸 這裡有那個阿羅拉版的 這個真的是特殊怪 欸這個我們也有抓到欸對不對 超開心的 大家記得可以來這邊拍一下照片 現在是往九池的方向 我們要去野田玉川車站拍下一個Pokehuta 天啊這個已經天黑了 但還是想衝一下 這就是車站了吧 欸真的 這個小小停就是車站 欸 是嗎是這個水果乾嗎 欸真的欸 被壓過去了 等一下 登登登登登登登 耶 這個是大岩蛇 費盡千辛萬苦 大岩蛇的Pokehuta在這邊 有一個壞消息要宣布 就是這一次岩手13個Pokehuta 確定沒有辦法自罷 因為再往北邊開的話是化石翼龍 再更往北邊開的話是化石葵 這兩個確定沒有辦法收集到 因為現在時間真的還滿晚的 那我們明天的話是要去淨土之冰 那我們現在要先開回去住在宮古 真的是萬里長城開到現在應該已經200公里了 然後再開回去宮古寺 我已經不敢想像了 接著要開66公里回去宮古啊 整個天色都暗下來了 我們今天總共開了292.9公里 超誇張 進土之冰旅館 走走走走 行李在這邊 這邊一樓有賣可愛的 這邊一樓有賣可愛的 來看一下他的個人的小簡介 它長這樣子耶 太可愛了吧 才200日幣而已 超便宜的 各種 太可愛了 我們的房間在哪裡 好 就這間 第一間 這就是今天的房間啊 這邊有一個全身鏡 然後這邊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衣櫃耶 然後房間 登登登登登登 這個是什麼 好可愛喔 它把這個是 浴巾或毛巾摺成一朵花的形狀 超可愛 然後旁邊這邊是我們的工作桌 現在上面還放 喔 它這邊竟然還有準備點心耶 超可愛的 是那個 魷魚的造型 煎餅 超貼心 還有一台飲水機 超大一台的 登登登登登 看一下廁所 其實還蠻大間的 雖然比昨天還要小一點 然後這邊是浴缸 裡面也有女生的洗洩用品 而且 這個是血跡精耶 保養品 保養品 就是他們這邊布的浴衣 而且這樣很酷耶 他們有布這個襪子 這我之前好像還沒有穿過 外面的造衣 真的嗎 這穿起來好像有點霸氣嗎 這邊有點天頂的感覺 洗完澡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Check in的時候 發現兩件很有趣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這間飯店 它是有大禦澡堂的 預約了之後 每次進去的就只有你們認識的人 直接包藏這個大禦廠 洗得超開心的 另外一點就是 他現在宮古寺這邊可能有在推廣觀光 那有一些優惠這樣子 每一個人的房價折價三千 兩個人就折價六千了嘛對不對 他還送了我們這個 兩張就是一千元的折價券 那這個折價券呢 在這上面所有的店家都可以使用 好 那今天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啦 不知道大家覺得今天的行程怎麼樣 我們一路從宮古往北的海岸線 因為蒐集了很多Poke Futa 可惜有兩個還是沒蒐集到 明天的行程是宮古往南的海岸線 一樣蒐集Poke Futa 還有去超級人氣的淨土之兵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女子熊 會分享一些在日本的生活日常 或是旅行日常 那我們明天的行程見 掰掰 購物券馬上變成我喜歡的樣子了 可愛的Yama Segun的磁鐵 這個是手工製作的耶 每個都長不一樣 在買的時候挑好久 這個是小小的白飾 接下來是Pokemon GO遊戲的畫面 可以把它們放出來 超可愛 喔 小拳熊 小拳熊 欸啊 我們這隻沒有抓到耶 所以派皮卡丘出來 然後再自己變成恐龍 接下來這一個我們把它進化掉了 所以只好派它進化版 超可惜 喔 這個盾甲龍 我覺得它的正面長得有點奇怪 應該用側面 啊 大眼蛇 大家真的一定要用 超把氣